也特别发了祝贺声明给蔡英文总统 那么这一次可以说 美国近期不断强调台美合作 双方的关系看得出来不断加文 涵盖的包括对台商减税 还有减免社保费用 解决贷款扩大内需市场 笼络意味可以说是相当浓厚 民众对疫情后的台湾景气展望 消费意愿如何呢 这次新冠肺炎当然影响的是 全球的经济台湾也不例外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倒闭潮 或是关闭潮 也因此正月是积极的在帮大家纾困 所以在国泰金控在20205月 也做了经济信心的调查 我们来看到数据上面 景气的现况现在是-74.4 展望乐观的指数也是-10.6 这些都是疫情以来首次上扬的数字 当然包含薪资上涨的预期 4月是-25.3 但是现在5月是-17 这也是连降三个月以来的首次回升 大额消费的意愿更从 这个4月原本是-40.8 回升拉到了-21.6 当然也是因为疫情稳定之后 可以看出来大家的消费 也有复苏的趋势 至于股市的乐观指数 也是连两个月好转 而且幅度非常的大 甚至风险偏好指数也是疫情以来首次的回升 所以总而言之 整个调查可以发现有72.4%的人 是认为2020的经济成长率 其实还是可以保一以上 也就代表对经济还算蛮有信心的 那到底什么时候政府会进入到振兴期 能够更帮助大家的经济呢 政院这边也首都松口 就是在7月份 而相较于亚洲及欧美非洲情况 就没有这么乐观了 疫情的状况再交给谭一伦 新冠肺炎爆发的第一个政央 当然是在中国大陆 接着转移到了欧洲 甚至后来美国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的确现在全球第一个确诊案例最多的人 是美国 但是疫情的确能掌握也有所趋缓 那这波政央接下来 会不会就到了非洲这个区域呢 现在开发中国家被认为 恐怕会是第三波的疫情导向 来看到非洲像是南非阿尔及利亚 埃及跟摩洛哥在确诊案例上投 的确都算比较多 调查也发现从欧美中输入 因为航空的关系 先到了人流量最大的一些国家 接着边界漏洞之后 就在整个非洲进行蔓延 那当然这个也有专家两派的说法 第一个是认为比较乐观的 你就认为说过去非洲是有过抗疫的经验 像是艾滋病等等 所以之前也有些国家已经有快速反应了 包含上是边境的筛检 封闭以及封城等等 那也有一派是认为比较悲观 因为非洲确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弱象 就是他们的卫生系统相当的不足 甚至有很多国家是有内乱的情况 所以有人戏称说他们的副总统 甚至比他们的呼吸器还要多 那当然非洲也面临了圣经式的饥荒 像是干旱 沙漠蝗虫 以及援助减少 甚至油价崩溃的状况 可能都会让这次非洲 在面临新冠肺炎上面 变成了另外一项非常大的考验 而且这次的疫情呢 连强人领袖也难党 像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所带领的美国确诊人数跟死亡数 却是全球之冠 而俄罗斯总统普清一开始呢 还保持着俄国无敌的形象 他还曾经援助意大利跟美国 但是现在俄国自己疫情延烧 他的强人形象也岌岌可危 还有巴西的总统波索纳罗 坚持不要社交距离 现在巴西疫情也很严重 他的卫生部长都已经换掉两位了 那当然还有就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虽然强硬的封锁武汉 可是中国形象因此重创 还有接下来大陆的经济问题 恐怕也会让他声望下跌 至于目前亚洲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已经转到印度了 俄罗斯跟巴西持续水深火热 强人领袖全都吃憋 防疫没做好 可能很快就要说拜拜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很夸张的是美国总统川普自曝 他把奎宁当成神药 自己已经吃了一个礼拜 不过美国食药局跟专家都提出警告 都还要多久的时间再交给一伦 好 这次新冠肺炎 大家全球冲击最严重的产业 莫过于是航空业了 但是现在疫情趋缓之后 大家又敢回去坐飞机吗 其实航空业者也是产生一个怀疑的态度 因为现在说要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如果真的在飞机上面 保持有所距离的话 其实载客量会变得非常少 飞机的这个机票成本也会非常高 大家恐怕也坐不起 所以现在的确在飞机座椅的制造上 也想到一个idea 就是有一个新座位的设计 把这个中间的座位倒转 再加上阻隔罩 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 引起蛮多人的关注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说 会不会有毒飞机的状况 也就是空气流通的问题 这奥航集团的医疗长认为说 就是要改善机舱的空气 他提到包含上是高效率的网 每五分钟换一次气 甚至是抽掉99.9%的例子 也含了病毒在里头 或许也可以来进行改善 但是全球知名的阿联酋航空 现在也传出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会裁员三万人 也就等于他们的人力 要降低30% 那当然了 他们是否认这样说法 但是的确有一些端倪可以看出 包含像是他们原本的 A380的客机 现在也希望他们加速退役 它属于比较大的客机 可以在500人 但它成本比较高 耗油量也比较大 所以接下来 希望把机队的主力 换成A350或是B787 这种波音777 比较少的客机 但是现在到底什么时候 航空业才可以恢复 过去的水准呢 这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认为说 恐怕要等到2023年 这再客量才可以恢复以往 大陆两会明天登场 那么大陆央视特别选 在这个时候 播出香港反送中风波纪录片 以将近80分钟 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 韩国瑜下一个要对付的目标 就是柯文哲了 而且柯文哲还私下透露 曾经找团队沙盘推演 如果民进党又打韩的力道 跟规模对付他 他挡得住吗 客团队说没办法 您市政冷处理 现在的内阁团队 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没有留任 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瞩目 现在政坛就盛传说 蔡总统将提名陈菊 担任监察院长 可是监察院必须超然公正 行使职权 陈菊的政党党派色彩太浓厚了 引发质疑 话题继续来看 九成以上的甲状腺疾病患者都是女性 而甲状腺节节有5%的机会 会恶化成甲状腺癌 医师提醒不可轻忽 年间0.6% 不过便利商店逆势成长 营业额还创历年新高 更挤下了百货 成为零售龙头 险戒民众对便利商店养成依赖 第三名涉嫌杀人的大陆男子 而且还被游街示众 甚至还开放参观 玻璃实在太强 实验就发现 如果跟一名代言者同桌吃饭 病毒会传播给同桌所有人 连任就指这一天 全球政要接力祝贺 除了美国国务卿庞佩奥 罕见发文道贺之外 国务院发言人还在推特上面 po出了中华民国国旗的照片 感谢